其实我想跟朋友们说什么呢 你们都活在现实当中吧 你们活在社会上 包括你在学校也好 在工作也好 永远不要就是 再以别人对你的质疑 我觉得是不要对你的质疑 有的时候可能你想去做什么事 然后会有一堆人就打击你 你干不了这个 你不行 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 给你好多的负能量 但这些都决定不了你未来的发展 他们说的什么话 其实是决定不了你的 我觉得是无法决定你 未来的怎么发展 能决定的只有你自己 你自己能够做到多少 你就能够到多少 就是比如说你有个目标 你想要做一个服装店 或者是你想做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水果店 你只有你自己去 一步一步完成这件事 你才知道你能不能做成吗 所以别人说你能不能做成 这个无所谓不重要 因为毕竟不是他来做 对 试过才知道 对吧 试过才知道 有很多 有很多东西 这个东西就给到你了 你弄不弄 我反正弄 我觉得我能扛得起 我就弄 扛不起我肯定拒绝 有朋友说快步入社会了 这个真的好迷茫 不用迷茫朋友 有很多朋友都在上学 都在上学 或者是马上就毕业了 要踏入社会了 说很迷茫 我踏入社会干啥 我学这个专业 可能在这个社会上也没用 我觉得就先不用迷茫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也经历过 踏入社会的时候 我也经历过踏入社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在想 我踏入社会 我该怎么办呢 我该做什么呀 我以后怎么办 我以后能干啥呀 我这辈子是不是就 浑浑噩噩噩就废了 就是一个月 就挣那么一两千块钱 就过一辈子了 是不是 我也浑浑噩噩 我也在想过这件事 但我告诉你 你在刚毕业的时候 你踏入社会那个时候 你想的所有东西 都是没有用的 基本上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不明白 你要干什么 真的 你想不明白 你未来会干什么 你的将来会怎样 你想不明白 没有人能想明白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想明 就会想明白 说我以后一定要做什么 那也是一种成功的方式 比如说你一定要 你想做一个网管 你就往网管那个地销路去努力 你一定能成功 但有些人是不想当网管 或者不想做这个 不想做那个 你不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就是这样的 人都是什么 人是靠什么 一步步往前走 是机遇 机遇是什么 就是你遇到的人和事 会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第一成长 第二你会认识更多人 这些人可能在建议会给你一些机会 给你一些选择 给你一些选择 就像很多 我很多朋友 比如说他开始在一个公司上班 上上班 他老板缺个司机 他就给老板开车去了 给他老板开车 给老板开车开了两年之后 他老板有一个又想开一个分公司 就觉得他比较信任 就是把他拍到那个别的城市 开了个分公司 当一个经理 从经理又做到网上做 他就是在一个公司打工 然后当了司机 然后又做了公司老板 所以这些是什么 这些都是机遇 所以目前你们不用太迷茫 就先去做 你如果有出路 你想找一份工作 你先在这个工作上做 你做着做着 你就知道你该干什么了 有没有说没有朋友 没有朋友 我也没什么朋友 没有朋友 没有同事嘛 对吧 是这样的吧 所以 所以首先你得自己 就是得先干着 先做着 别好高无远 就是好像小活不爱干 大活接不了那种的 那不行 当然我不是给各位上课 我只是给 我上不了课 你们很多人比我成功 很多人学历比我高 比我有知识 有文化 我只是给你们分享 我的一个小小的 一个小小的见解 你受用就受用 不受用 你就当我胡说八道 所以最重要的 还是规矩一句话 就是脚踏实地 你得有什么活先干的 你别给他闲的 你闲的 你给他天天蹲的 你啥也干不了 你啥机会也没有 你啥也遇不到 人脉非常的重要 就在这个社会上 混每个人都一样 人脉非常重要 无论是从朋友 和活着伙伴上来说 人脉这件事是最重要的 你会发现 你身边这些社交能力 人 社交能力强的人 他往往混的比较好 当然也有那种 就技术特别过硬的 或者就是你会一门技术 你这个技术上 特别过硬 佼佼者 那你也可以混的特别好 但如果你在某一样技术上 没有特别过硬 但你社交能力特别强 你也可以混得很好